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北京有一个北京马拉松 是一个国际的马拉松比赛 然后这个比赛 如果大家看了一些照片的话 你会发现很多去跑的人 都戴着各种各样的口罩 或者面具 那是为什么呢 而且这种面具 这种mask 真的是你就是可能要去一个 那种什么生化战争 Biological War 带的那种 对 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北京 中国很多地方都开始有 很严重的雾霾 雾霾 那么雾霾它分雾和霾 对 雾好像还是比较自然的一个 能够接受 天气的现象 Fog 对吧 那霾 霾的话其实就是那种灰尘 那些小颗粒 就是更多人造成的污染造成的 所以smog就是雾霾 好的 那我们今天要听到的这个文章呢 就是讲了一下 为什么在这样的雾霾里面 还要去跑北京马拉松 那我们先来听一段这个文章 为何要在雾霾中跑北京马拉松 昨天跑完北京马拉松下来 才发现关于雾霾 关于北马的吐槽 又成了网上热点 网上的热议 其实和比赛现场的感受完全不同 很多人看到有选手戴口罩比赛的照片 提出 既然有雾霾 北马为什么不能改期 还有观念认为 在雾霾中 跑马拉松将对社会形成一种坏的示范效果 但事情并非场外观众想象的那么简单 好的 那么文章一开始 其实由吐槽引起的 对 他就说 北京马拉松刚结束 然后呢 就有很多关于这个雾霾 关于北马 北京马拉松简称北马 对对对 关于很多这件事情的吐槽 那吐槽的意思呢 就是你很不满意一件事情 然后你就抱怨 然后呢 有时候开他的玩笑 对不对 是的 所以就有很多的吐槽 但是 其实事情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因为很多人的吐槽就是说 这些人就是不要命了 这个雾霾那么严重 还要去跑步 你像你跑了两三个小时 你吸入多少的这个 对啊 就是污染啊 这个废气 对不对 对啊 但是事情并非场外 观众想象的那么简单 哦 那到底有什么背后的原因呢 我们接着听吧 北马玉霾改期没那么简单 毫无疑问 在雾霾中跑马拉松 确实不是这种愉快的体验 不过 对赛事的组织者和比赛选手来说 这都是件很无奈的事情 改期对于一个三万人参加的大型国际赛事 可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如果一旦因为天气原因临时改期 其不良影响或许更甚 像北马这样的大型国际赛事 需要动员和协调的部门 及方方面面非常多 从赛事组织方来说 今年的北马志愿者就有3100人 如果算上安保 医护等方面 赛事动员的人员恐怕更多 就切身经验来说 一个城市马拉松比赛路线长达42.195公里 这意味着要对城市40余公里的道路 进行交通管制 并要提供相应的安保 在比赛中 笔者看到每个路口都有数名警察执勤 而在沿途路线上 隔不远就有武警站岗维持秩序 避免社会闲杂人员进入比赛主干道 把这些不同部门 不同身份的人组织起来 本身就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 大家都按照预定的日期动员起来了 其他的事情都为这一天的比赛让路了 却又临时改期 恐怕会造成更大的混乱 这还会将赞助商因素考虑在内 刚刚这一段的文章一开始就说 在雾霾中跑马拉松 绝对不是什么愉快的体验 对吧 对的确 其实这个比赛 文章里也有说三万多人参加 国际性的 而且今年 其实从去年就开始了 像北京马拉松 还有上海马拉松这种比赛 你报名都报不进去 对对对 是的 因为这两年在中国爱跑步的人很多 而且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所以他们后来就是要那种像我们说的摇号 就你可以去报名 但是最后你能不能参加 就是看你运气好不好 对对对 对吧 所以很多人就是把这件北京马拉松 当成他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这也就是为什么其实这个比赛要办下去 而且一旦因为天气原因临时改期 它的不良影响获取更甚 那这里一旦就是说讲了一个原因 就是一发生这种事情 然后就会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一旦在这里的意思就是 如果因为这种原因 对吧 万一发生 万一对对对 对跟万一比较像 一旦因为天气原因临时改期 这个不良影响或许更甚 对的 这个更甚 其实大家看到更就知道是一个比较 对吧 所以它比较影响更甚 就可能更坏一点 对就是影响更大 更大一点 好那写文章的人好像自己也跑过马拉松 对吧 因为他说就切身经验来说 如果你对一个事情有切身经验 这个身就是身体的身 对 就是说你自己真的去做过这件事情的 是的 然后他说一个城市啊 马拉松这个比赛 就是要对40多公里的道路进行交通管制 是的 因为要让出这个道路来跑步 对就这段时间车子是不能开的 对吧 这个叫交通管制 对的 有很多大型活动的时候都会有交通管制 是的 而且我觉得北京大概每天都有吧 有可能 因为 领导比较多 对呀 首都啊 然后呢 沿途路线上隔不远就会有武警站岗 站岗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岗啊 就是岗位的意思 那么站岗就是说有一个人就站在那边 对 通常都是一些政府部门外面啊 或者在一个地方的比如国外的一个大使馆领事馆外面 在中国都会有武警站岗 武警是我们比较特别的一群警察 他好像就是介于军队和警察中间的 武装警察 我外公以前就是上海武警部队的 对 那很厉害 然后呢 他们就是要维持秩序 避免社会闲杂人员进入比赛主干道 这个闲杂人员 我觉得这个提法有点歧视啊 对 你看杂嘛 我们说不要乱扔杂物垃圾 就是乱七八糟的 对吧 闲就是闲着没事干 所以闲杂人员就是你也不跑马拉松 你又不是志愿者 不是volunteer 你在那干嘛 你就是没事干乱七八糟的人 闲杂人员 我们今天会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商场里面 闲杂人员禁止进入 对吧 所以这个词真的是挺歧视的 是的 好那么接下去啊 他们谈到了一个北马 是一个社会活动 就不光是一个体育比赛 对吧 好那我们听听它为什么是一个社会活动 北马更是一项社会活动 不能不说的是 北马不是单纯的官方活动 本质上也是一项社会活动 这就牵持到比赛中的另一方 选手 因而比赛改期 并不是赛事官方能决定的事情 参加北马的本地选手只是其中一部分 有大量的外地外籍选手 非本地选手在北马这样的知名国际赛事中 占比一项很高 在比赛前后 笔者就接触了很多外地选手 有的来自山东东营 有的来自福建近江 可以说是全国各地的基本都有 外籍选手也是随处可见 他们大都提前安排好了行程 预定好了往返的车票机票 若比赛轻易改期 不施为以此违约 恐怕会带来大量的民事纠纷 再说了 很多人为参加这次比赛 已准备了很长一段时间 最短的从7月份报名开始 到现在也有三个月的时间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参加马拉松比赛不是简单的跑跑算完 每年都有不少人在比赛中跑崩了 而不得已退赛 为了能挑战自我完成比赛 获取得好的成绩 往往需要为此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绝大多数选手都为比赛付出很多 哪会因为雾霾轻易放弃 在起跑前 我看到旁边一位跑友的战袍上 赫然印着几个大字 人生触马 北马都成了这位跑友的人生大事 大家还有什么好说的 如果比赛就此改期甚至取消 谁又该为其人生负责 呵呵 也正因为北马是一项社会活动 所以不可避免成为大众的秀场 有人扛着盾牌出现 有人带着天使的翅膀跑步 有人年年推一个铁环 有人打扮成孙悟空 这都很正常 就是图一乐子 无需过度延伸 好 刚刚的这一段文章呢 他说 北马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官方活动 本质上也是一项社会活动 这就牵扯到比赛中的另一方选手 对 所以他这个话的意思呢 就是说你不能全部怪官方 不能怪政府 对吧 因为也要考虑到选手 所以牵扯的意思就 其实是也涉及到 就是和他们有关系 有关系 有联系 因为比赛改期 其实也不是组织这个比赛的官方 一方面能决定的 很多选手会说 我就都做好了安排 对我来说 不管是我之前的训练 还是特别有些从北京 其他地方来的人 他说你怎么突然改期就改期了 有很多人都是自费参加的 对的 而且还有很多外籍选手 对的 就是外国的 也是随处可见 是的 就是到处都可以看到 对 是随处可见 然后呢 如果比赛轻易改期 就是很临时性的说 不跑了 换一个时间 会怎么样啊 不斥为一次违约 恐怕会带来大量的民事纠纷 会被告同学们 是的 违约就是你违反了合约 对不对 那这个不斥 我必须说一下 这个字 是我第一次学到 之前还不知道怎么念 这个是很少见的 嗯 那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呢 就是不仅仅 不只是 对 因为经常书面 特别是出现在一些 比较大的官方媒体上面的文章 就是这个记者为了表明自己受教育成定之高 常常会用一些我们说的生辟字 生辟字 不那么常出现的 对吧 你要看懂还得查个字典 还得用偏旁不守查 也不知道读音也不能用 但是我们中文播客的听众就已经知道这个字了 因为今天告诉你们了 对 不斥 不斥为 就是不止是 不仅仅是 对 好的 那后来又说到 参加马拉松呢 不是简单的跑跑 就算完了 对吧 每年都有不少人在比赛中怎么样啊 跑崩了 不得已退赛啊 对啊 什么是跑崩了 崩的话呢 我们知道比如说雪山对吧 它会有雪崩 就是这个雪山哗一下 全部都雪都掉下来了 对 那么跑崩的意思呢 可能是我我个人感觉啊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词 个人感觉呢 就是说他可能体力不支 对 或者说他一下子因为什么 崩溃了 某种原因 崩溃了 就崩溃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个倒不是个生辟字 还蛮常用的啊 是的 跑崩了 就是像你说的 因为体力啊 各种各样的原因 或者雾霾吸的太多了 对吧 对对对 好 那么往往啊 为了参加一个马拉松比赛 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这个词其实也挺常见的啊 艰苦卓绝就是非常艰苦 对 非常苦 嗯 就是通以前我们常常说什么 在中国解放啊 然后战争时期就是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 对的 最后才赢得胜利 对吧 对对 是的 所以你一点点的苦也不能称之为艰苦卓绝啊 嗯 好 那记者又说了 这个很多选手为比赛付出了那么多 就很多人真的就是不愿意因为雾霾轻易放弃 嗯 在起跑前呢 这个记者就看到一位跑友啊 跑步啊 对 爱跑步的人可以叫跑友 朋友的友 他的战袍上赫然印着几个大字 人身 触马 嗯 嗯 我们现在看这个战袍 哎 战袍就是说 以前啊 就是打仗时候 嗯 穿了什么披风啊 或者说衣服 对 而且特别是你如果很想赢 对吧 打仗 这场仗你非常想赢 你有一件很特别的这个衣服 你的战袍披上 你觉得自己好像很有威力啊 很有那个战胜敌人的力量 可以吓吓敌人 对 就是战袍 然后呢 当然他这个跑友的衣服 不一定是什么很特别的啊 可能就是一个跑步的衣服 但是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战袍 嗯 是的 他的战袍上怎么样啊 赫然印着几个大字 赫然 嗯 就是很明显的 对 赫然印着几个大字 人身触马 对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人身必须要跑步的意思 啊 嗯 这个处就是 一处地方的处 处在哪里的处 马就是马拉松的马 对 嗯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谢谢你解释给我听 他赫然写的这几个字 很多人我觉得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表明他很喜欢马拉松 然后他觉得他一辈子都要跑马拉松 嗯 所以啊 北马是一项社会活动 然后呢 他也就成为大众的秀场 嗯 是的 一般说到秀场 就是说时尚 对不对 像现在其实是上海时装周 嗯 然后呢 在秀场上就是有模特走秀 嗯 但这里这个秀场就变成 很多人会通过北京马拉松 来表明自己的一种生活态度 对吧 或者也会把自己打扮 就是很有个性 对 比如说我穿个超人的衣服 对吧 来秀一秀 所以真的是有人什么扛着盾牌 就像那个雷神索尔 索尔一样 对对对 有人带着天使的翅膀 还有人 孙悟空是吧 打扮成孙悟空 好 然后 呃 记者觉得这都很正常 嗯 真的吗 反正就是 因为他觉得就是图一乐子 无需过度延伸 对的 图一乐子 那这里的图虽然是图书的图 但是他这个图还能 就是作为一个动词用 就是贪图 对吧 这个意思 就是我的目的 我为的就是一个乐子 图一乐子 乐子就是一个快乐的事 快乐的事 这个就是很北京的一个说法 对对对 人生就是找乐子 对 就图一乐子 对吧 嗯 你们看到我们这种奇装一服 也不要过度延伸 那过度延伸就是你去 哎呀 在想 为什么要穿个孙悟空啊 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真心在跑步 对吧 嗯 是不是你很怀念唐朝的中国 对 这就是过度延伸 过度延伸 对对对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呢 就讲了中国 其实讲了最近 大家很关注的几个社会热点 一个是跑步 嗯 就像运动的 嗯 很多人喜欢 现在啊 然后呢 你看北京马拉松 抱也抱不上 那当然另外一个 就讲到中国这个环境的问题 雾霾的问题 对 其实北马结束以后啊 嗯 我也看到一些什么新闻去采访跑步的人 或者有一些他本来真的是报名了 但最后就决定不跑 嗯 然后就问坚持跑的人和决定退出的人 其实真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对 和观点啊 哎 为什么跑和为什么不跑原因都有很多 对 其实很多不跑的人就是觉得我跑步本身就是为了 我们说强身健体让自己更健康 但是这样的一个雾霾 这样的一个空气的质量实在是太太伤害我的健康了 嗯 嗯 那当然跑的人 其实刚刚这个文章更多可能是站在跑的人 坚持跑的人的角度啊 对的 不管怎么样 其实现在中国也是很大力的 就是中央政府各级各地的政府 就是要治理雾霾 让空气更好 它肯定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过程 对不对 所以在这段时间呢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只能从小环境做起啊 嗯 戴戴N95口罩 自己家里买个空气净化器之类的 那就算你要去跑步也好 或者锻炼也好 也要做好必要的防护 嗯 保护好自己啊 对 是的 好 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 下次再见 再见 谢谢 2563